好,各位同事 那么我们本节课呢 就来解答上节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样我们先不用币包 来写一下看看能不能实现 好,我们再新建一个模块 c16.py 好,那么讲述说 这个旅行者呢 他现在的坐标呢 是0,远点 好 好,那么我现在呢 编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很简单 我觉得够 然后呢,他每一次呢 接触一个stamp stamp呢,比较是步数 好,然后呢 还是我们先站位 pass 好,然后呢 我们最后啊 需要打印啊 这样一个构质型的结果 好,讲述说呢 我第一次啊 先让这个旅行者呢 走两步吧 好,然后呢 我们先把调用写出来啊 好,第二次呢 你呢,给我走了三步 第三次呢 你给我走了六步 好 好,然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啊 这三个print 他应该有的打印的结果是什么啊 好,开始呢 他在远点0 然后呢 他走了两步啊 0加2等于2 好,第一个呢 应该打印2 好,第二个呢 应该打印2加3等于5啊 好,第三个呢 应该打印5加6等于11啊 所以说呢 应该打印出来的是2 511 好,我们来编写一下这样一个构函数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呢 会想到啊 在这个里面呢 记录一个新的位置啊 new post 然后呢 他呢 应该啊 是等于什么的呢 那应该啊 等于这样一个 orange orange 然后呢 原点的位置啊 加上多少啊 加上这个staff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计算出new post之后啊 我们再把orange的值啊 复制给这个new post 啊 把new post的值呢 再重新复制给这个orange啊 好 最后呢 我们啊 把orange给返回回来 好 那么这样一段代码啊 看似呢 是没有问题的啊 在很多的语言里面啊 你这样写呢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美滋滋 它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好 那么遗憾的是啊 这个代码里面的错误的逻辑呢 是千仓百孔啊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直接运行一下 c16.p 好 首先呢 他就报错了 报什么错呢 local variable啊 这个本地的变量orange啊 在引用之前呢 还没有被复制啊 好 那么说的是哪句话呢 说的就是你啊 第四行的这段代码 就是你 你这里啊 orange呢 在函数的够函数的内部啊 还没有被定义呢 你从哪儿蹦出来的啊 你居然就可以啊 被直接呢 和style相加吗 这显然是不可以的啊 好 那么我们很多同学呢 就会啊 想起我之前所讲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如果函数的内部啊 它使用了某一个变量 而这个变量呢 这个变量呢 没有啊 定义的话 它会往它的上一级去寻找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 按道理来讲呢 是不应该报错的啊 它应该是0啊 第一次调用够2的时候呢 它应该是0 加上style style的值2啊 它因为lue force 应该是2 对不对 但是呢 它这里呢 却报错了 好 那么我们呢 看一下啊 到底为什么啊 我们把后面这样去 orange 然后给lue force呢 把它给注释掉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还会不会报错啊 并不会报错了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还会不会报错啊 好 不会报错了啊 这里呢 返回了三个0 我们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是三个0 因为呢 你这里呢 在这个函数内部啊 使用了orange 而orange 它并没有啊 这样的一个 在函数内部没有定义啊 那么它将研究 它的作用 预计链啊 去去模画里面 去找这个全区变量orange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 orange的曲子呢 将是0啊 好 那么0加2 付给了new force啊 这个呢 都没问题 对不对 好 最终呢 它还是啊 伪腾了orange啊 因为我们没有修改 orange的值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orange呢 我们这个函数 返回结果呢 永远是0啊 所以说呢 这三次打印的结果 都是0啊 返回结果是什么 并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啊 我们在这里呢 把这句话啊 把这个orange的复制啊 把它给注释了之后啊 这个orange啊 前面的这个orange呢 就可以啊 去啊 去作用链 外面去寻找 这个外面的orange了 不会报错了啊 好 那么为什么啊 这个orange啊 是不是去外部啊 去寻找这样一个 作用于链上面的 一个定义的 是受后面的 这样一句话的影响呢 这个呢 问题呢 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如果你在这个函数的内部啊 你是你出现了这样的orange啊 等于某一个值的话 那么呢 Python呢 会认为啊 出现在等号左边的啊 这样的一个变量的值呢 它呢 就是啊 出现在等号左边的这个变量呢 它就是一个局部变量啊 也就是说呢 Python认为啊 你既然有了局部变量的话呢 orange呢 是存在的 它不会再去你外边去寻找 这样的一个 作用于链 作用于链外部的啊 这样的一个orange的定义了 好 但是呢 当它执行的时候啊 我们刚刚说的是定义的时候啊 大家一定要区分定义的时候 和和执行时候的一个问题啊 好 那么当啊 这个代码呢 运行到这个printlgo2的时候啊 好 那么它就开始啊 只要执行这样一个 构环数内部的代码了 好 然后呢 代码走到这里啊 new post等于orange 哎 完了 orange怎么办 现在orange没有定义啊 因为orange 因为orange的这个 orange的这个 它的复制操作 是在这个new post的复制操作之后啊 所以说呢 它就报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啊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啊 引起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原因啊 大家呢 要特别注意 好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需要从这样的一个思路上面来思考啊 我们来思考一下orange在这里的意义啊 我们应该怎么来正确的使用这个orange呢 其实呢 我们在这个函数内部啊 使用这个orange呢 我们是希望啊 把它当做一个全局变量来使用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希望啊 这个全局变量呢 是可以啊 记住啊 记住我们上一次啊 走的这样的一个啊 通过上一次的走路之后 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坐标 对不对 如果说orange啊 不能够啊 记住上一次啊 他走 他做这个行走路之后的一个最新的坐标的话啊 那么呢 打印出来的呢 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啊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orange的new force啊 这句话给注释掉啊 那么在此时呢 orange啊 由于呢 没有了 由于呢 在购环数的内部呢 没有了这个orange的定义啊 所以说orange呢 将去取这样的一个全局变量orange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打印的结果啊 打印的结果呢 并不是我们期望的啊 他将打印出236啊 我们看一下 好 是不是 我没有说错吧 236 为什么 因为呢 你这里的这个orange 它的这样的一个值呢 永远的是0啊 它并没有啊 通过这样的一个调用购环数啊 而变成一个新的值啊 这就导致你每一次都是啊 从原点0开始在行走 好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其实呢之前呢我们都讲到过啊 就看大家呢 有没有想到了啊 如果啊 你想让这个orange啊 不是这样的一个局部变量的话啊 有没有办法啊 有办法啊 讲到过了啊 global关键字啊 在这里呢把orange呢给申明一下啊 让它是一个全局变量 好 这样做了更改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打印的结果 看见没有 2511啊 和我们之前呢所预测的正确结果是一样的啊 它呢会对orange的这个原点呢做一个累加计算 好 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个global关键字呢 我们之前呢是给大家讲过了啊 大家呢其实呢一直认为啊 我前面讲的这个内容非常简单啊 确实是非常简单 但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能不能想到啊 使用我们的这样一些非常简单的知识啊 来帮助你解决问题呢 其实呢我一直认为啊 知识呢不存在简单还是复杂啊 它只存在于能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很多同学总是说啊 讲的太简单 讲的太简单啊 关键的是你要把它给用起来 好 global关键字的这个意义呢 我就不再做具体的解释了啊 如果说忘了忘了的同学呢 再翻 再回到我们之前的课程里面呢 再去看一下global它的意义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就用了这样一个非必报的方法啊 解决了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啊 旅行者行走的问题啊 好 那么本来呢 其实呢 我是没有打算啊 用这种非必报的方式呢 来实现的啊 因为上节课呢 给大家布置的作业呢 是让大家呢 用必报的方式来解决啊 但是呢 我想一想呢 呃 写这种非必报的实现的两个目的啊 第一个呢 是想帮助大家啊 呃 再复习一下吧 这样的一个局部变量 和全部变全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差异啊 这是第一个目的啊 第二个目的呢 是我等会呢 想拿这样的一个非必报的实现啊 和必报的实现呢 去做一个比较说明啊 好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